大家好,花瓜铃,谢谢你们来看我的新影片 如果这个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我叫卢卡斯 我是一个处在台湾八年的外国人 如果你常常来我的频道,每次看我的新的影片 已经订阅,我还叫卢卡斯 我大部分的影片都是用英文介绍台湾 但是最近有很多人问我很多比较个人的问题 想知道比较多卢卡斯的事情 所以我刚刚开始拍这个讲中文的介绍我自己的影片 然后如果你下去看那个留言的地方 最近有两种问题,是比较多,比较常看到的 第一个是在哪里可以买这些台北的T恤 然后这个是一个公司叫来好 还有如果你们已经看我的谁最泰的那个节目 那你们知道他们也会提供这个很可爱的杯子 好笑 第二个问题就是,哇,你的中文很好耶 学中文应该很难吧 对,没错,真的没错,真的难死了 但是我觉得学中文的两个最大的帮助 有时一,会继续学 一定每天一定需要继续学 第二个有时,你应该不怕用你的中文 这个好像是台湾人英文的问题 因为他们可能会知道很多 但是他有一点怕用他们的英文 然后外国人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也很怕用他们刚刚学的中文 所以我在这个影片里想介绍我最丢脸用中文的情况 可能会激励你们,所以你们知道 过今年以后,你们还会觉得很丢脸 但是也可以自己笑,也可以想到这些很丢脸的事情 觉得我还可以经过这些很丢脸的事情 还算是很值得 我开始说这些故事以前 你还需要知道一些事情 第一,就是DTF 如果你是台湾人 可能已经知道DTF在台湾有什么意思 但是对外国人来说 在国外来说 DTF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意思 这个的意思就是 DOWN TO F*** 这个就是 我想上床 好,OK 第二个你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有是 我的小吃受伤了 没办法吃的 这一类的 第三个你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有是 第一跟二完全没有关系 我刚刚想出来 有一点奇怪 完全没有关系 DTF 二 不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是我的小吃 没办法吃的 之类的 那我们跟其他人一样 从DTF开始 其实这个本来是一个英文的故事 但是因为我们在台湾 然后有这个DTF的舞会 还算是一个台湾语言的舞会吧 好,有时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简讯 然后有一个女的朋友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 哦,哇,我都忘记 抱歉抱歉 恭喜恭喜 你今天想跟我玩 一直吃饭吗 当然啊 当然是你的生日 我们当然会一直吃饭 但是我还没决定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我说 是你的生日啊 你要做什么 我们都做什么 然后你们可能已经知道 他的回答是什么 他说 DTF 十二点半 OK吗 是一个女的朋友 DTF 这是他的生日 我们是朋友 不是其他关系之类的 所以我说 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回答是 顶台风 这个就是一个朋友 所以我一定知道 他像的DTF 跟我像的DTF 一定不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我第一次发现 在台湾DTF 有顶台风的意思 下一个舞会 其实已经在Alan的那个IG直播 已经说了 那你们还记得我的中文 都在时代过于中心学的 对不对 他们有一些学法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十四个月 忽然开始 就用中文 教我们中文 所以这个非常难 比方说 被子 那个老师会用中文 介绍被子是什么 然后他会说 哦 你会把饮料放进去的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饮料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 然后以前我已经学过 西班牙文 德文 英文 但是我们都会用瑞典话 学到其他语言 这个是中文 非常难 我们会用中文 学中文 难死 但是我们的老师非常好 所以他们会用很多 不一样的学法 教我们中文 然后第一个又是 一个东西 的朋友 他们会教我们关系之类的 比方说 我们知道猫 这个是 猫 非常简单 动物的名词跟声音 是完全一样 但是 我们会学到 另外一个动物 然后老师会说 猫 的朋友 你们应该已经知道 那个动物是什么吧 对啊 狗 狗狗 所以狗 就是猫 的朋友 好 OK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那个教室里面 会用的 学法 下班以后 你出去 真的台湾 你们的那个想法 就是一样啊 然后 有一天 我出去 麦当劳 你有什么 哦 我要那个 汉堡 第三号 我忘记 内容外带 外带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 一点点中文 我拿到汉堡 我拿到薯条 但是我要一个 小包的 盐 但是我不知道 盐 然后哪说因为我是学生 我一定 应该用中文 拿到一个 盐 的那个小包 小姐 不好意思 呃 我要一个 一个 一个 代词 糖 的朋友 蛤 什么意思 然后对我来说是 很简单耶 如果你去买单 然后 我不要糖 我要糖 的朋友 然后我的想法是 哦 天哪 可能是那个 省调 不对 所以 所以 我很努力 注意到 那个省调 是 糖 的朋友 蛤 你要什么 小代词 呃 呃 这个 这个中文 他都懂 然后他说 哦 哇哦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他给我一个小包 然后放在那个 带走的包里面 然后在家的时候 打开 把汉堡 薯条 然后我要把那个盐 放在薯条上 然后发现 胡椒 好 下一个舞会 就是在西门町 发现的 有一天 我去那边 我要买一个 丁池西装 因为我们在台湾 没有日间人 大校的西装 也不是一个一套 只有一个 一个外套而已 好所以我去那边 他们都会看那个 那个大校 然后多长 然后多高 然后可以选眼子 之类的 然后我快学完 他会说 那你要记个扣子 不知道你的脑怎么样 但是我的脑很聪明 听到 一个 完全不知道的字 我的脑的想法就是 嗯 最近 你知道的字 是什么呢 可能 跟这个 一样的意思 我 好 这个没有那么聪明 所以你去那个 顶持西装店的时候 然后你听到 你要记个扣子 你的外国人的脑子 又会想到 听起来裤子 店员问 你要记个扣子的时候 路卡斯回答 不用 在我家 已经有两个 我看到那个 最后的设计 他们开始做以前 嗯 不好意思 你可以 可以帮我加两个 button 吗 哈 哦 你好烦耶 所以你要扣子 然后哪时候我发现 哦 扣子 这个不是裤子的意思 我自己很丢脸 然后说 哦 对 我要 我有两个 好 然后最后一个舞会 是一个常常 还会发现的一个舞会 我上两年半的中文课 我上台湾八年 但是还会发现 然后最反的部分说 我一定知道 这个字的差别 但是如果我说太快 我太精分 我可能没注意到 我不知道 但是我说 十 跟四 很多台湾人 会听错 最夸张的 有时候我去 八方晕机的一天 然后我要买水饺 然后我知道你在那边 有很多选择之类的 但是我很喜欢 他们的原味口味 所以我不会用 那个彩蛋写 我只有马上告诉他们 好了 所以我说好老板 我要原味 我要十个 然后说哦 四个吗 没有 天哪 才发现这个舞会 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会怎么发现的 所以第二次有很清楚 说十个 四个吗 好 老板 老板 天哪 老板 我要十个 哦 九个 好 谢谢你们看这个影片 这个就是我讲中文 在台湾最大的舞会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你们按赞 分享 订阅 还有如果你们想指示我比较多 也可以去patreon.com slashlucasinstrum 这个是一个可以当我的参数人的平台 然后每个月帮助我 让我拍比较多影片之类的 还有如果你们有意见 下次的影片应该讨论什么 应该分享什么 你们可以去我的FB IG 或是在下面留言一下 好 谢谢你们来看这个影片 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